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我们今天继续白化佛法 首先呢 师父跟大家讲 我们想问题啊 一个人想问题 尽量地把问题往正面去想 往好的方向去想 你就会发起充满 因为很多人的痛苦和忧伤啊 就是心中的负能量太多 因为负能量一多 他就把很多问题往不好的和负面的方向去想 越想 越想越害怕 越想自己慢慢会担忧 所以往正面去想 你很多事情就会快乐无忧 不会有忧伤 所以学博人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学博人这是非常重要的 理解 师父的一个方法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因为任何一个人要懂得轮回 一件事情好的不好的 他都会轮回 好的事情碰到不好的 慢慢地再轮回成好的 恶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他轮回慢慢会成为好的 所以从人的眼耳鼻舌生意开始 一直到你听到 闻到 通通的 实际上就是一种轮回 你不能把它当成太真了 你看看我们小的时候 很伤心的某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当成太真了 所以我们就在轮回当中 菩萨让我们懂得 只有看见佛性后 人才不会轮回 也就是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只有真正的 懂得佛性 懂得佛理 你想不轮回 你必须要开悟 必须要正道 师父告诉大家了 一个人在这条道上往前走 你说你可以走吗 一直可以走吗 是啊 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方向呢 如果方向错误 你还是在轮回地走 如果方向对了 你就走出自己人生的沼泽地 你就慢慢地开悟了 明白了 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再迷惑颠倒 要走出自己的道 要见到佛性 要明白这个世界 一切全部都是苦空无常的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永久的 所以得到了就等于失去 失去了也等于暂时的拥有 所以能够有佛法 在心中的人就能破迷开悟 我们因为心中还有迷惑 所以我们才会有妄想 才会执着 所以当一个人一件事情 想不通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是在执着当中 执着的人一定会轮回的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要把眼耳一时生意都转换成佛性 眼睛看见的 鼻子闻到的 耳朵听见的等等 都是转成佛性 正信正念 我不乱听 不乱看 不乱闻 在意念建立在自己的思维当中 形成的概念 所以这个意念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任何一个人的意念 必须是觉悟的 你有觉悟的意念 你的正性就开始起了 你有觉悟的意念 你的正知正觉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一个人有正知正觉 说出来的话都像佛一样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想成佛 必须心中有佛 你才能说出 做出和思维出佛性来 所以你一定会远离轮回 所以你们看看我们在人间 实际上不要说大轮回了 小轮回不断的 把某一件事情不当回事 又犯错了 你看看我们的一生 从小长到大 我们轮回了多少事情 我们说要对父母亲孝顺 到最后呢 又忘记了 说好过节了 要给自己家里人怎么样 又忘记了 说好别人对我很好 我要谢谢他 回报他 最后又忘记了 这一切就是在轮回当中 所以我们在世上 所种的佛缘 这就是我们不轮回的因 才会得到不轮回的果 所以很多人很可怜 他没有种上佛缘 而种上了人间的因果 就是因缘 所以因缘会引来不好的果 要懂得菩萨是我们心的老师 我们心灵的老师是谁 是菩萨 所以教导我们 支配我们的心灵 就是菩萨 他们是我们的导师 所以我们的心想什么 要和佛和菩萨想一样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要和菩萨想一样 要想象着自己心的自在 因为只有和佛一心一意 你才能任运自己的心灵 所以任运 就是你能够完全的自在 自主自己的内心的心灵 那你的良心啊 慈悲心啊 无我利他之心啊 都会出来了 所以要安住自己的内心 不让他轮回 你就会进入永恒的 涅槃之道 所以很多人说 怎么样能够涅槃之道 因为你要安住自己的内心 不要让他贪嗔痴漫一样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众生皆具佛性啊 只有觉悟人生 只有离开人间烦恼的障碍 要离开一切 要离开一切所知的障碍 感觉自己这个也懂 那个也懂 你就会有障碍 你就会有执着 所以为什么 我们经常劝别人 懂了你也要放下 不懂更要放下 懂了实际上 就意味着你还有很多不懂 你不懂 你就意味着你还要去学 你会学到很多智者的东西 就是懂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觉得 我已经知道了很多 那么你的障碍就开始升起来 所以为什么要谦虚 所以为什么要有智慧 来消除你的业力 消除你的业障 你们想想看 一个人有业障 如果没有智慧 他是消除不了的 他必须有这个智慧 因为任何一个人 离开了智慧 就是离开了般若 离开了智慧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愚痴 所以要经常懂得 我们与佛性 这个是平等无二 因为我们内心生出 我们有佛性 所以佛就在我们心里 我们能够克服人间一切的磨难 因为我们心平等无二 所以我们就是佛 佛就是你 你用这种心态 你才能在人间成佛呀 所以不要以为佛离我们很远 其实只要你的心像佛 你就是人间的佛 要有信心 要有精进力 我们现在用心灵法门 去化解消除业障和灵性 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的妙法 转化因果业力 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 念经把自己本来要不好的业障 去除 很多过去上辈子欠了别人的 我们慢慢的通过念经 许愿放生 在消除自己过去的业障 我们就是在转化因果业力 所以我们在改变我们自身的宿命 所以明白 懂得佛法有生必有死 一切明力激化 你说说明会走掉吗 会的 力会走掉吗 一切都像梦幻泡影 所以希望大家 懂得 在人间生活的自然现象 那些自然现象 就是六道轮回 所以不想轮回 就要懂得无常生死 师父待会会给你们讲 怎么样来理解 怎么样来理解无常生死 要懂得人间的金钱名利 没有办法解决你生死问题的 只有深入到佛法中去探索 去理解 去理解 去开悟无常 因为它是一个自然的道理 这个世界一切都没有 这个世界一切都没有长久的 你懂得这个 你就拥有了 你就拥有了智慧 当你拥有智慧来解决人间烦恼的时候 你会拥有 所以要懂得 无所得 因为你做了再多的名 你最后一场空 无所得 你拥有了再多的利益 你最后也是无所得 都不是你的 只是你在帮别人看管 因为当你一离开 一切都归空 一切都是别人的 师父经常跟你们讲一句例子 如果这个房子是你的 你这刚走 你的房子就换名字了 一切都是无常 所以看淡名利呀 你才能生长智慧 你才能离开烦恼的障碍 所以解脱生死 目的是为了得大自在 所以觉悟的人拥有大自在 觉悟的人懂得 一切不生不灭 生出来的会灭掉 灭掉的又会再生 所以佛法把它智慧的理解成 那就是不生不灭 大家知道心经里面不够不经 不生不死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人间停止作恶 要不能作恶 你记住了 不作恶的人 他的本性 自信 佛性就会显现 经常骂人 经常对别人不好 经常在背后捉弄别人的人 因别人 你心中肮脏无比 你哪来的清净无碍之心 所以师父要你们 要显露出自己的本性和良心 看破人生 你才能真正的理解佛性 所以一个善良的人 天天活在大自在当中 一个阴暗的人 他一天到晚活在惊恐之中 所以学博的人 能够享受人间的大自在和智慧 而一个想不通的人 他就远离了自己的智慧和般若呀 所以我们要懂得一切微心照 有人问师父 这个佛法界经常讲 大悲无泪 大悟无言 大笑无声 这是什么意思 师父告诉大家 大悲无泪 大家想一想 慈悲是无尽的慈悲呀 是慈和悲悯啊 所以它是无尽的 它不是人的一种感情啊 所以人的眼泪 那是一种感情的流露 而慈悲是在内心的 所以真正的大慈大悲的人 不是流眼泪 而是在内心感受到 别人的苦处和伤痛 所以叫大悲无泪 那么第二句 有人问了 大悟无言 大悟 为什么反而 彻悟了之后就不讲话 你看有很多法师 你不管问他什么话 他总是 阿弥陀佛 因为在人间没有是非了 他已经不堕落是非当中了 他远离人间的是非 所以大悟就是开了大智慧 这个智慧是不能用语言 来表达出来的 所以真正开悟的人 他不是用语言能够解释的 所以他就不讲话了 所以这就叫大悟无言 那三句话 最后一句话叫 大笑无声 什么叫大笑无声啊 大笑实际上就是人的 七情六欲当中的一种心情 哎呀开心了 哈哈哈哈 开心吧 大笑 那是人间的一种高兴 一种心情 大家想一想 菩萨的高兴 内心的喜悦 菩萨看到一个人被救度了 看见一个业障 让你们消除了 帮助你们离苦得乐了 他怎么能用笑声 就能表达出 他那种心中的喜悦 所以叫大笑无声 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一个母亲为了一个孩子考试 能够考个好成绩 天天起早摸黑的 给孩子做饭啊 然后让孩子有个 安静的环境 好好读书 天天等了 一年 春夏秋冬 等到正式高考的时候 等到孩子回来 妈妈 我考上了 开心的大笑的时候 母亲没跟着她笑 在流眼泪 因为那种感情是内心的 那是一种慈悲啊 谢谢